Hello 大家好 我是Muse 今天是12月26日 博星日 剛剛過了聖誕節 大家聖誕節會不會拍一些主題照片 例如拍一些燈飾 拍一些聖誕主題 甚至新年的主題 中秋節的主題 Halloween的主題 這些主題你會發現Muse的作品其實是沒有的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這件事 在我的作品裡 其實有些東西我是不加進去的 包括一些什麼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我的作品裡大家都會發現其實是 就這樣看下去純為美 對的 其實我是刻意去這樣做 我也沒有一些特別的想法或者訊息 是很希望去帶給我的觀眾的 當然你說是否100%所有我的作品 都不帶任何的一些思考性的東西在裡面 又不是的 總會是可能零點幾%的可能會有都不定的 但佔大大大部分的其實我都沒有的 也都不想有的 第一點 在我的作品裡 我從來都不想帶出時間性 又或者可以說是一個時代 不想人看到我的作品之後 是分得到什麼時代或者年代 簡單來說 因為我純粹拍人像作品 有些什麼可以帶出時間的 走去戶外去拍到香港的面貌 街景 例如拍到這個年代的的士是什麼樣的 拍到這個年代的碼頭是什麼樣的 有些什麼建築物 在我的作品裡 我是不想拍這些的 因為我不是想記錄這個時代的任何東西 是純粹為微 不想因為某一些時代 或者看下去會認得出 是哪一個年代的東西 一些地標 建築物 一些生活上面 人民的東西 一看就會知道是大概什麼年代 另外一件事 不關這些事 但都比較容易看到 就是你的衣服的造型 和化妝 化妝其實都明顯 在創作的化妝上面 可能沒有那麼容易帶出一些時間 但在什麼的妝上面 真的會容易帶出這件事呢 婚禮 我想婚禮的新娘化的妝 都很容易 即是我們現在看看 可能2000年頭的妝 不要說說到很遠 看看2000年頭那些人的化妝 其實都明顯分得到 尤其是一些標其立二 又會覺得這些是台妝 韓國妝 又或者是什麼類型的妝 其實這一類型都很容易 令人會覺得 真是過時 或者是感覺 一看就知道 那年代為什麼會有這些 因為你在那個年代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這樣是很厲害的 很少新娘會這樣化妝 又或者把頭髮弄得很奇怪 很誇張 其實在 不用說很遠 其實在十年前 都可以很誇張 有些新娘的妝 頭髮 整成舊東西 硬角刮 其實是會的 但你說不需要過了幾年 你純粹現在看回十年前 都真的挺誇張又老套的感覺 所以盡我能力 在我的作品裡面 不交代這一類型的東西 在裡面 我都會去外影外景 但是我盡可能選擇的景 其實都最好是 看不出是什麼 看不出是哪裡 幫客人拍那些令計 我一定要拍到這個巴黎鐵塔 就要拍到巴黎鐵塔 就是拍到羅浮宮 就要拍到羅浮宮 那些是一個工作 和我應該要這樣做的東西 但是在我自己的個人創作 沒有什麼我不會說很強調這件事 街拍 又或者你喜歡去記錄一些記者式 去記錄一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這些東西是很有價值的 時間是很有價值的 很珍貴的東西 就是過過幾十年這樣 但是怎樣也好 在我自己的作品裡面 你會發現見到我的相片 大部分看下去都好像純粹憑空想像出來 也都沒有特別的一些什麼衣服 就是要讓你看到是怎樣的樣子 當然不同時期都有不同時期 我沒有辦法完全去改變所有的東西 因為我能力有限 還有很多作品 我自己的作品其實是即興的 我亦都會跟婚紗店借一些婚紗 有留意我的作品 你會發現我除了會用一些現成的衣服之外 其實我都會去用自己的方法 去將這件東西扭曲變成第二種感覺 例如我將這件衣服本身就是這樣的 然後我可能會加一些布料 加另外一些物料 令到那件造型跟原本是有些不同 又或者簡單說你認不出是什麼 就是這樣 我自己的角度就是 我不是刻意要去拍這件婚紗 因為我不是想拍這個相片 或者拍這個產品 我幫婚紗店借 我就好像一定要拍整件婚紗的樣子 給老闆登廣告 這些是你跟婚紗店的溝通 大家都知道我的作風習慣 所以都合作得很舒服 才可以讓我自由自在 借了一套衣服 其實不一定要拍得很清楚這套衣服 這些都是重要的 另外就是一些不同的Accessory 其實簡單說 你如果在街上隨便便便買得到的東西 都很容易帶出這個時期流行些什麼 所以對於我來說 我是不多去找一些潮流流行的東西 我純粹用感覺 會看下去這個也不錯 我盡量去選一些我認為會長清的東西 看下去是舒服的自然 其實有什麼長清呢 對於我來說 其實你慢慢再看一些古典的東西 其實所謂古典 基本上某程度上 從來都不會outday 古典不是等於老土 近代的東西的時候 是很容易產生老土的感覺 因為實在實在太明顯 是完全代表到那個時期的 例如八十年代 突然間很流行的 這些大肩膊的衣服 一看八十年代 又或者八十年代 流行某一些電子音樂的時候 一聽就聽得到 這些很八十年代的音樂 其實我覺得不是不好的 只不過我希望如果我自己的作品裡 最好不要那麼容易帶出這些東西 你說完全避免完全沒有 其實是很難的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 我會避開這些東西 另外就是我的作品裡 是不會特別去帶出一些 什麼訊息內容的東西 就是說你看到這張作品 會不會令人感受到 那個主角是做什麼呢 又或者故事是什麼呢 又或者想隱藏了什麼訊息 在裡面諷刺一個時代的社會 或者任何的東西 我是沒有的 你說是否完全沒有 當然不是 好像這一張這樣 好像這一張這樣 這張是COVID 其實是2020年的時候拍的 之前Youtube有條片 是講拍這一輯照的 我是故意加個口罩在這裡裡面 即是那個感覺是Virus 即是Virus 即是整個香港的維港的天空 都烏煙瘴氣 有些烏鴉 總之那個感覺 就是想帶出那個時期的東西 這一輯作品是有帶出那個時間性在裡面 但是 對 這一個是 我想是 我沒有說故意的 但是可能這一件事 對我來說太深刻 所以 這一輯作品是有帶出這件事 是有帶出那個時間性 還有是有內容的 OK 還有大家會看到 我那個video 我那輯作品的video 是會加入了一些墨水 那些東西 那個感覺就是 整個海洋 或者是整個香港的水域 世界 是充滿Virus 即是充滿了病毒的那種感覺在裡面 都有另外有一兩輯 就在2019年的時候去拍出來的 都有些少的一些 內容是給別人去深思 給別人去想 應該說沒有特定的一個主題 沒有主題 但是給你自己去想 到底我想記錄一些什麼 但是在我其他的作品 基本上是沒有的 全部都沒有的 也都不想有的 不想有的 到今時今日都是的 不想有的 所以我每一次拍攝的時候 我自己最頭恨的就是 我應該做一個什麼的造型 所以在我自己這個創作裡面 其實很多作品 都沒有化妝師 更加沒有造型師 也都沒有特別說 琪弄什麼頭髮 染什麼頭髮 那些複色 那些 不要特意去選一些複雜的複色 那些複色 令別人專注在你的照片 最為美 最簡單為主 是最好的 其實所以我一直都是覺得 越簡單越好 髮型都容易出事 所以頭髮都是越自然 是最好的 所以你是不會看到 我有些什麼叫做 節日性的照片 那當然 冬天季節是會有的 冬天可能會下雪 可能會有些冬天的動物 可以有的 但是不會強調是什麼節日 又或者不會強調這裡是哪裡 是什麼時候 我不是刻意去寫一個規條 去限制我自己 其實在我自己的作品 或者所謂創作上面 其實我是沒有規條的 但是總會有一些東西 你是不切一個框 但是你自動就會在裡面游走 就是有些東西你不想 那你自然一次沒有 兩次沒有 三次沒有 自然就會沒有 就好像這一張這樣 叫做sleep ward 是關於COVID的 這些就是你突然想的時候 你就加進去 其實我覺得就算加進去 都是一些些少的元素 跟我原意的創作 是沒有什麼所謂的 沒有什麼衝突的 因為其實我是純粹 用天氣去代表那個virus 也是純粹在那個女生的 這個水旁邊附近 是留下了口罩 純粹是一些很細微的東西裡面 去加入了那個時期的一些元素在裡面 那些人看到就看到 有些人看不到口罩 只要你看到口罩 你自然肯定會知道 是哪個時期的東西 所以我只是覺得是這樣 而且它不會太影響 我本身的作品創作性在裡面 沒有關係的 不會影響它帶出的任何訊息 它浸在隧道代表什麼呢 沒有什麼特別意義的 拿著公仔是代表什麼呢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我是比較喜歡有童真這件事 有夢想的童真 我覺得這些東西 全部都繼續在各執作品裡面 只不過有一些病毒 有一些東西 是影響著故事裡面的東西 無論在一個創作性上面 又或者在一個拍攝技巧性上面 我是不會刻意去賣弄技巧去做這些東西 從來不專注在這些東西上面 你的相機器材怎樣拍 我覺得是沒有關係的 這個是視頻師自己希望表達的結果 而這個結果到底需要用到什麼器材 用什麼器材 就好像我剛剛早前 昨天聖誕節 聖誕節我即興約了一個朋友 很久沒見的了 因為無趣 就拍照 沒有想過拍什麼 來到之後 我們一起想想可以做什麼 然後我希望拍一輯是創作性的相片 無特兒希望有些精靈有翼的那些 我大概已經知道是哪一類型 我自己也有一堆這一類型的相片 那可以做什麼呢 首先當然在造型上面想 我有很多婚紗裙那些東西 但其實已經試過了 也有很多套都是穿過的 那最後有什麼可以做呢 嘗試跳出那個框框 有沒有一些東西可以由零開始去 叫做創作它出來 這張相片其實那個合成 都真的不少 但是大家猜一下這輯相片要用到幾支燈 這輯相片其實是用了五支燈的 其實是四支Pofoto的B10 加一支A1Speed Light 不算是說很多燈 但是相比我平時的作品 其實我平時的作品 真的是一支至兩支 有些部分的fine art 真的是一支 不是燈多和少的問題 但是想讓大家知道 這輯相片有這麼多合成的東西在裡面 但是在拍攝上面 從來都沒有隨便過 我記得今年的 忘記了什麼時候 都拍了一輯巴洛克的風格 就像油畫風一樣 這一輯相片我自己都喜歡 還有我一直以來都喜歡 巴洛克時期的油畫 這個也有帶出一些所謂的時間性 但其實這個只是模仿以前的 某一個時期的東西 就不是說現在的時代是怎樣 另外也有拍過一個聖母 一些宗教色彩的感覺作品 這些都是去滿足我曾經自己很喜歡 這個時期的一些畫像 我希望可以產生出來 而不是故意想交代歷史 或者是那個時代 那個時代人是做什麼的 穿什麼的 或者現在是一個時間性的東西 所以這個沒有關係 這個是純粹滿足我自己 曾經都很喜歡這個時期的東西 所以我都會把那個時期的東西 放進去嘗試一下 除了用技術技巧 用器材之外 其實有很多東西大家是需要去想的 即是你那輯作品 你拍的是什麼人 他穿什麼衣服 做什麼頭髮 我覺得這些不是純粹化妝師的責任 是攝影師決定的 攝影師你想去做那個作品 其實是你想交代什麼 你想那個人物 到底是你想他在代表什麼 所以攝影師真的從來都不要 只是覺得自己是 我操控相機 技術性的東西你就問我 我按制 即是不會 還有我不是負責 只是構圖 這些只不過是你那個 拍攝裡面 你基本你需要的東西 反而是更加重要的 就是你的作品裡面 你想給觀眾看什麼 而我剛才分享的就是 我不想觀眾看什麼 加東西下去容易 還是抽氣一些東西容易 其實抽氣一些東西容易 就是你不想給別人看什麼 有些什麼不夠好看 隱藏 不要放下去 其實當你越拿得多東西走的時候 你的畫面就越變得單純乾淨 也都是更加清晰你的目標主題是什麼 今天一個小小簡單的分享 希望大家又有些啟發 希望大家自己將來 一直去拍攝任何一輯照片的時候 都不要忽略去想一下這件事 下次再分享 兩句版本 你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